欢迎来到火箭叔叔的科学课堂 我们人类每只手上都长着五根直头 连脚上也是如此 可是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跟我们一样 在手上和脚上都长着五根直头呢 当然不是的 地球上面最先进化出手指和脚趾的动物呢 是距今大约有3.6亿年前的两栖动物了 不过其中有些物种长着多大八根直头 后来登场的哺乳动物的祖先呢 就开始和我们一样长着五根直头了 不过在现代的哺乳动物当中 却有不少的种类呢 直头都少于五根 马就是典型的例子 其实在远古时期啊 马的祖先前提有四根直头 后来渐渐就变成了三根直头 才到后来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只有一根直头了 因为对于马来说啊 直头越少呢就越有利于它们奔跑 因为它们是食草动物啊 要时时刻刻面对非常多的 掠食性动物的威胁 所以跑得越快的马呢 生存下来的几率就会越大 因此在残酷的自然选择当中 它们的直头进化的就越来越少了 而我们人类的手呢 则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变得越来越灵活 尽管我们的手指脚趾还和祖先一样 一直保持着五根 看起来似乎比马的蹄子更加的原始 不过这是由于我们的进化方向不同 因为我们要的是手指的灵活性 我们的每根手指都能够自由活动 而且因为大拇指和其他四指呢 相对而生 因此我们的手可以抓东西 捏东西 握东西 比如我们可以用手玩扑克牌 可以用筷子来夹饭菜 还可以用手来投资骰子等等 那么人类的手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灵活呢 这完全是因为我们从四肢着地的爬行呢 进化成了现在两条腿来直立行走的缘故 它解放了我们的双手 于是双手呢也不负众望 慢慢进化出了捕捉食物使用工具 和制造工具的能力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用自己的双手 来制作一件灵巧的抓握工具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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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